哈喽大家好 这一副牌呢 大概是我学塔罗以来最震撼的一副牌 为什么呢 因为它打破了所有塔罗牌的观念 不管你是托特塔罗 维斯塔罗 还是马赛塔罗 还是奥修塔罗 各式各样塔罗 都没有这一副牌来的震撼 因为呢 它的大牌引起了很多争议 这副牌是2020年10月出版的 我一直都考虑要不要买它 因为它的观念实在是太新奇 太先进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牌 非常的先进 希望大家可以接受 非常非常的先进 会把你所有塔罗的观念全部打破 好这个是书 然后这个是牌 然后这里面有 据作者说他下了一个符咒在这里 好看这个符咒 他还有送那个袋子 全部都是自然的物质 然后这边真的是有一个符咒 真的是有符咒 而且我觉得这个盒子 非常的漂亮 好这个是两个人合作的 这个作者他本身是一个纽约的很有名的开业的律师 那下面这个是一个英国的一个女祭司 其实他是属于那种药草方面的女祭司 好真的是这两个现在都是女祭司 来我们来看一下书 还有牌 这个书非常的简单二样 好那他就是 他就是书 他就是书 没有图 没有 也没有任何的花 花俏的东西都没有 就是书 而且他的字句 非常非常的典雅高尚诗意 不愧是律师 他的用字前词 非常的精准 好这是他的书 我很喜欢看他写的文字 非常非常的精准 可以把你整个人带到另外一个层次 另外一个空间 不小心是第几维度的空间 非常的厉害 很精准的文字能力 好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他会跌破大家的眼镜 因为我们讲塔罗牌的 第一张牌都是零号语人牌 那他的他第一张不是零号语人牌 而是一号世界牌 我看到这张图我就决定 这是我这辈子 最喜欢的一副塔罗牌了 为什么 因为2020年 当我们世界被疫情搞得昏天暗地的时候 就要逃离我们所居住的城市 因为我们的城市已经着火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寻求另外庇护所 那他第一张牌就是世界牌 而在一般传统的塔罗牌 世界牌是最后一张 21号 他把最后一张放到第一张 这个就跌破了所有人的眼镜 讨厌这副牌的人非常的多 但是喜爱这副牌的向我 也是非常非常的着迷 因为整个观念都被颠覆了 我在学习这副塔罗牌的时候 我是整个把我以前的观念全部打破 我像baby一样从头学起 1号不是愚人牌 而是传统塔罗牌的21号世界牌 他倒过来 那他的2号牌呢 这个是一个起誓 启示 这个是一个起是起发 他是2号牌 可是在传统的塔罗牌呢 这张牌是20号 judgment 审判牌 所以他是刚好倒着走 他把21号世界牌当1号 20号审判牌当2号 他是倒着走 全部都倒着走 就颠覆你完全传统的想象 所以我真的是像baby一样 从零从头开始学起 那这个initiation呢 就是启发启示 就是我们的世界已经着火了 我们城市已经着火了 那人类就要回到大自然灵 跟万物和平相处 那你开始知道 水不是从自来水来的 而是到西边用的 你知道没有电 那你知道没有车 你都要自己 自己照顾自己的生活 因为我们的世界已经着火了 这个疫情让大家的生活步调 全都乱了 好二号 这是一个启示启发 那三号太阳牌 这个又跟传统塔罗牌完全相反 传统塔罗牌世界牌是21 审判牌是20 19号太阳 那它是倒着走的 所以它三号是太阳牌 这个是太阳神 Horos 那是埃及的太阳神 所以当你有很伤心 很黑暗的事情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一大早起床 跟着太阳一起起床 然后面对太阳 把你的伤痛 全部都交给太阳 让它照亮你最黑暗 最见不得人的部分 然后得到治疗 然后再来 你看 十 这个 十九号变三号 然后十八号变四号 所以它是跟传统塔罗牌 是倒着走的 月亮牌 那这个月亮呢 月亮牌 下面有两只 阿特 水踏 这两只狼 跟我们的动物性 跟我们潜在的潜意识有关 跟你的潜似的记忆有关 跟集体潜意识有关 这个月亮 再来 星星 星星都掉到水里了 它呢 用手把星星 那个捧起来 然后这边有鸟 有鱼 那它跟星星一起在水里面 就是 这是你心里 真正 真正的 希望 想望的事情 你沉到水里 你都会看到 你想要什么 天上的星星 跟水里的星星 你 睡在星星里面 沉浸在星星里面 好 这个就是我们传统的高塔牌 高塔牌在这边 变成一个迷宫 所以你在门口 你要 做决定 你要向左走 还是向右走 而且你到最后 可能还走不出来 然后还天打雷劈 这是我们传统的高塔牌 你一定要先迷路 你才知道 你要走去哪里 然后这个是 Ancestor 这个祖先牌 也是我们传统的恶魔牌 那 遵循祖先走过的路 是最轻松的 但是你不见得 是最快乐的 所以你还是要 找到你自己的路 然后呢 这个Healing就是传统的 14号节制牌 那这个治疗牌呢 就是表示你 受了你的心 破了一个大洞 比如说你 最爱的人死掉了 或离开你了 那这个洞呢 有风吹进去的声音 然后这个心的大洞旁边的肉 越来越成长 越来越强壮 这就是一个治疗牌 那所有的生灵 包括动物的灵 跟植物的灵 大家一起来帮你的忙 美丽的世界 好 再来 这个是死亡牌 那它是9号 Rebirth 重生 那跟我们传统的13号死亡牌 都是一样 讲到重生 那这副塔罗牌的优点就是 它都是正向的 它都是鼓励大家的 然后它把所有的传统塔罗牌 负面的异象 全部都转成正向 这是这副塔罗牌很高 很高干的地方 好 再来这个呢 这个是传统的12号吊挂人 那在这一副牌是10号 Offering 就是你要付出 那你在种树的时候呢 你也许不知道 将来会怎样 那可是神在旁边看着 整个森林所有的根 都是有联系的 所以你的一点点的付出 是跟大家都有连在一块的 好 再来这个就是我们传统的 Justice 正义牌 在这边是Balance 和谐 协调 平衡 好 那你看万物都是 平衡 协调 所以这边讲到一个 埃及的一个神话 就是说人死的时候 你的心脏 跟羽毛 放在天秤的左右两端 如果你的心脏比较重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进天堂 如果你的心脏跟羽毛一样轻 或者是比羽毛轻 你就可以上天堂 好 这是10号的命运之轮 在这边是12号 那他讲到这个德鲁伊的八个季节 比如说夏至冬至春粪秋粪 还有这个烛火节 还有这个Beltany节 还有这个萨温节 然后这个是9号的 9号的那个Hermic影视牌 那这边呢是Shaman 这个是萨满 它就是一个祭司牌 那这个谷呢 就是召唤宇宙所有的灵 我们知道巫术在做巫法的时候 这个谷就可以把动物灵 植物灵 还有宇宙的灵都召唤出来 祖先的灵 然后这个就是力量牌8号 那这边是14号 那这个就是那个 希腊神话的那个狩猎女神 她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女神 她不需要人群 除非她想要 她自己可以过得很好 她跟动物非常的亲近 跟这个精灵非常的亲近 这是狮子座的牌 好 再来7号这个战车牌 在这边是15号旅行 那你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没有车子 没有电 也没有招牌 也没有地图 那你怎么样探索未知 这边有一个你的同伴 这个马 就是你的动物性 然后你们两个 要怎么样在大自然里面 面对未知 这个是一个战车牌 好 再来 这个是传统的六号 这个是传统的六号恋人牌 那这个边不是恋人 而是love 爱 那不一定是人跟人 而是人跟动物也有爱 那你就是我的一部分 我就是你的灵魂的一部分 那这个恋人牌 就是灵魂的合一 好 这个是五号大祭司 那在这边是十七号 智慧的保存者 这个是一个金牛座的牌 那它是讲一个大自然的环境 沉浸在里面 没有分别 你已经跟自然合一了 世界合一了 人我合一了 好 这个是普通的四号 皇帝牌 那这边是gardian 十八号 保护者 它是一个地球的耕耘者 农夫 那它跟所有的动植物的成长 繁荣 保卫这个僵土都有关 好 再来 这个是女皇牌 这边是十九号 great mother 伟大的妈妈 那这个女皇 她也是跟这个世界的繁殖繁衍 尤其她本身 她是妈妈 然后她也是受到大地之母的照顾 好 这边有个熊 再来这是女祭司牌 传统的二号 这边是二十号 那这个白玫瑰跟红玫瑰 就是代表她的两个个性 内在跟外在 好 那中间有一条路 月亮在后面 这个是一个非常精神高度很高的牌 然后这个是传统的一号魔术师 这边是所有世界的森林的一个大的会议 大家一起来开会 怎么样决定我们地球的未来 好 那这个就是传统的零号 它叫鱼人牌 鱼人牌 在这间是Pilgrim 就是朝圣者 那它带了一只狐狸 朝向未知 好 大步前进 那天上星星都会保护它 不用担心 好 所以呢 这副牌的大牌呢 非常非常的跌破大家的眼镜 好 我们从头来看一次 这样的顺序就是一般传统的顺序了 零号 一号 二号 然后三号 四号 五号 六号 七号 八号 九号 影视 十号 命运之轮 十一 正义牌 十二 要挂人 十三 死亡 十四 节制 十五 恶魔 十六 高塔 十七 星星 十八 月亮 十九 太阳 二十 审判 二十一 世界 所以它是整个倒着的 OK 非常非常厉害的一张牌 我太喜欢第一张牌了 跟我们的现状 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好 非常棒的一套牌 我们来再看第二集哦 我们来介绍小牌 OK 好 拜拜